- 大家好,欢迎收看2020年7月31日的荣耀华尔街,我是奎奎 台股今天开盘下跌69点,开低走低最后收在12664点 整体大盘是下跌了58点,7月本月的大盘是大涨了1043点 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面表示希望美国的大选要延期 这代表什么呢?有什么样的意涵呢?等等我们要来问问川普的好朋友咯 后续盘是解析交给《经济日报》、《学乎冠军记录》保持人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以及Telegram粉丝人数最多最受欢迎的郭哲荣投资长 贵贵各位朋友大家好,贵贵你好 今天是7月31日,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在敲碗8月是怎样的走势 不过在这件事情之前我们要先来谈谈昨天川普在推特上面表示说希望大选可以延期 那推特一发出之后就让美股的这个走势下跌 不过很奇怪的是台股的夜盘只小跌了5% 那这个纳斯达克呢 更是上涨1% 原因是因为这个苹果的营收 又是创新高了 那想要了解说 这个川普他这样子 表达了到底是什么资讯 今天要来跟这个投资朋友们 好好的来这个分析一下 那说到股票的部分 其实今天的个股上涨非常的多 像是半根涨停满表现的 台湾表哥 台表科 还有凯旋归来 凯胜 都有半根涨停满的涨幅 那还有这个新兴金砖四国 从一开始到现在 已经获利有50%了耶 今天也是有3%的涨幅 那还有严平郡王台郡 今天也是有4%的涨幅 还有GISKY今天也是4% 说到这个严平郡王台郡 之前在法收会之后 其实是有点贴席的走势 不过之后呢 还是有大量的买盘进驻 今天是有点反弹跌升 反弹回升 那之前前几天投掌说到的义无法则 有好多的个股呢 都是有下跌的状态 都不错 都不错 都比相当好 对 但还没有跌到15% 就已经弹得上来 可见真的是非常强势耶 对 不止啦 其实今天很多股票都是用义无法则嘛 是 对不对 那今天大家想要知道的是 问题差不多问完了嘛 对不对 我想大家想要知道的是说 第一个事情是说八月份怎么看 嗯 八月份怎么看 那第二个事情是想要 最想要知道的是说 义无法则是不是还会持续下去 对 那我们慢慢来看这些东西 这些逻辑思考啦 我们先来看大盘好了 花一点点大盘时间 有没有 今天虽然跌58点 那问题是上规指数呢 上涨的 上规指数上涨的喔 上规指数上涨的喔 但是生计股也占很重要的一个族群嘛 是 上规指数上涨 那我们的五指登科呢 通通都是涨 这五指登科都涨嘛 这五指登科都涨嘛 没错 宣德 宣德 也是 GIS 台表科 一龙 台湾表哥嘛 一龙 鼎太峰 这些股票 还有凯胜嘛 这些股票 全部都上涨 诶 你会发现到 诶 投资表 那之前有人说 哇 拉台积电出中小 那今天台积电杀尾盘 是 你要说 那你是不是要说 至少拉一下中小型个股呢 所以 韩晴有你想象中这么差吗 没有 韩晴根本就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差嘛 他就是一个 我当初就讲的 我这张图你今天有犯过给大家看过 我说你从一个美日单充 你变成一个区间单充 从区间单充里面 什么叫区间单充 我说分析师话人人都会讲 可是谁像我讲的这么精辟 这才是重点嘛 是 这才是重点精辟 我一直跟他说 技术分析的数我都丢掉 因为我已经化成 自成一派了 没错 我自己成了一个派了 我一直说 如果你是一个简单技术分析 随便一个疏散都可以叫技术分析 那你何必一定要分析师教你呢 我跟你讲啊 我说每个人都知道下影线 下影线是一个好的现象 是 可是谁知道下影线多少点是好现象 对 什么时间点下影线100点是买点 我就说过全台湾只有我知道嘛 嗯 白点下影线是最低点嘛 是 8或23点以来 只要白点下影线 100点下影线 每一次都是 最低点 也是7张点 没有一次例外 是 全台湾只有我国总 关这个原因你就该看好节目 好 我已经答应同志朋友了 不要臭屁太多次 可是每一次都对嘛 前几天我也跟大家讲我说什么 说什么 我说 依无法则嘛 是 所以你看宣德为什么开始就拉了 依无法则嘛 今天还是涨啊 对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一波很简单嘛 回档的差不多15%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买点 有没有 这个还不清楚 星星是不是 回档 有没有 回档 创新高 利多不涨 来我们12字箴言 我们讲得很清楚 对 利多不涨 我们可以一起念 利多不涨 拉回就买 依无法则 这个也是我独家发现 为什么 你不能在空投市场讲这个句话 对 空投市场如果是依无法则 你死定了 因为那个是对则还对则 对对对 好不好 就跟大家讲 他是没有很淘气啊 在我们股票不准 或是行情空投的时候 把我们的则 都则则的则 嘴巴都给他 少了一个口 都把他疯掉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是很生气 你知道吗 我觉得没有礼貌 看久了想说 玩有的习惯就好了 反正不要到很刻意的人身攻击 就好 我一直跟他讲说你要攻击我 最大的报复是什么 你跟我对坐嘛 对 可是我后来发现跟我对坐 很多人都毕业了 都毕业了 真的都毕业了 真的不要跟投市场对坐 好不好 我一直跟你讲一件事情嘛 我好歹也是 你觉得我很臭屁 可是人家就好歹也是 是经济日报 这么多冠军里面 是最大报酬的一个冠军嘛 95% 你懂不懂 你跟我对坐 你是一档股票 是所有股票都95% 然后你被我嘎上天 如果你要跟我对坐的话 所以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也不必要 你用逻辑思考 你就知道 你不应该跟一个冠军 技术保持有对坐 你不需要跟全台湾 你跟LINE 以及Telegram的设计数 最多的分析师 对坐 我想得很清楚 好不好 我想得很清楚 我说如果我们赢素人的地方 第一个我们在合法 我们在合法 第二个 我们也不会看到 不认识的素人 然后是不是跟主力配合 还是化身主力的 然后叫你买一些股票 买奇奇怪怪股票 这是一件事情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不好 我不会跟你说 我每次都赚钱 可是至少 我们该做合法的地方 我们都一定有一定的规范 第三个 我股市 入股市都快30年了 是 这个已经很久 从很小的时候 我开始 家人就让我做股票了 是 那我是跟大家说 那你在入股市 你去看一件事情 我们入股市快30年了 我的经验一定比 你看到素人来的经验多 是 没错 所以我才知道 我才说我是赢家 我才会进入这个股市 我才会当分析师 所以八五二三点的时候 只有我们知道 这是今年最低点 我不要再重播了 有兴趣自己加有Telegram 这可以看我之前所有的文章 好不好 我们去验证 好 一无法则我独家发现的 就像白点下引线 是最低点一样 来 星星 一无法则 持续发酵 头仔有没有走 我今天文章要讲 好像 还原出现其合 我赚5%了 我还没有走 你会觉得很夸张 怎么一个分析师还没走 多多市场我就要赚个够 是 是 这支现在在财经新闻 是很长很长出现的一个个股 是啊 因为星星有价有量嘛 对不对 其实那个载版这些相关的东西 其实它都会缺货嘛 应该说蛮载重 其实你会看到 我讲什么东西 我都有逻辑思考 我那时候你看 你看 你看 今年是不是一度啊 这个时候 是不是我那时候说 翼龙它是武汉缺口 对 我开始武汉缺口题材 所以武汉缺口补足了 我考虑说要走 我是很多个股 可是我翼龙我就说我不要走 嗯 第一波我们是先赚武汉缺口的回补 那时候不是台湾股 是从12000 嗯 然后跳空缺口 跌到11000 是 哇好多人骂我 结果呢 现在都没人骂我了 我比较怀 我比较 怀念那个时候 好怀念喔 有存在感 不是我觉得 我很喜欢人家在挑战我 是 然后到最后发现他们错了 嗯 嗯 我很像大家觉得 哲哲哲哲哲 以前是哲哲哲哲 相信哲哲 财富对哲 现在是不信哲哲 财富才对哲 没错 我跟大家讲 一开始我们是回补五汉缺口 我做这个动作嘛 可是后来你看那时候 你看五汉缺口那时候多少钱 你看翼龙75块 后来我说过了 我回补五汉缺口我照样继续做 翼龙你可以想象吗 诶 赚了70% 赚了80% 今天算收盘价最高 是 那我也讲清楚了 我说欣欣是这样子 他是符合义无法则 嗯 所以我说你们逻辑 我前几天幸好 等一下跟你讲清楚 利多部长 拉回就买 然后呢 义无法则 那 那投资长我知道了 所以义龙准备 利多部长 所以一定会 怎么样 拉回就买没错 一定会义无法则 一定会回答 我说你们逻辑站对吗 我 就用我一句话 我说台股接下来 明天 下礼拜一 不是大涨 就是大跌 然后就有网友 这什么分析师啊 不是大涨 就是大跌 全部都被他讲完了 不是大涨 就是大跌 不等于 不是涨 不是涨 或是跌 邏辑 这意思差很多欸 邏辑真的有问题 对没错 邏辑有问题的 你不太欣赏我 他不能欣赏我 都是邏辑很好的 一样 一无法则 利多部长 拉回就买 不代表怎么样 他一定会回答15% 对 可是如果回答15%呢 那要买 对 那前提是要基于电子股 我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他是多头行情 空头行情就惨了 空头行情15% 你是要停损的 但是把这也不能够 永远通用下去 是 就像蝦影线100点 是买点 可是他成功七次了 对 其实我跟你讲 成功七次喔 你敢做期货 我跟你讲喔 你赚几千万都可以啦 我是说真的啦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思考 你一个人准确度有那么高的话 这是有可能 只要你敢押 可是我是期货分析师 可是我现在没有说期货会员 所以我跟你讲 我逻辑思考 你到底命中性多高 我可以发现到很多台股 独特的现象 只有我可以结合起来 包括瑞德西韦是解药啊 8523点是低点啊 8523点跟你讲说 我在12000等你啊 对 咬指12682啊 好多人觉得我疯了 所以现在义无法则证明了 我的确有这个天分 我也很努力去挖掘这个法则出来 没错 股市法则不是向你去找寻书中的 这有些是要靠你天生的联想力 不好意思我刚好就是有 所以义无法则就是告诉你 你说 拉回就买 利多不长拉回就买 可是如果没有符合义无法则 他就喷出去呢 那更强 我昨天我讲这句话 所以翼龙这句话很强 最近就很强 我已经讲了 人家联发科 人家联发科 二三十倍本益比 你翼龙如果一季三块多 你一年赚十块很正常 股价200块是哪边错 你跟我讲 那投资长200块是你的目标价吗 我不跟你讲目标价 可是我心目中目标价是很高的 是 为什么不讲 法规规定 没错 本资料请供参考 我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赢过那些素人的地方 就是我们合法 基本上只要开课的 搞订阅的 你会发现到那些人 都不敢讲订阅了 因为很多人都被检举了 是真的 甚至有些人被起诉 还不止一位 我知道事情是很严重的 可是很多人说 投资长是不是你检举的 你有空来看我上班 满死的 我更没时间做这件事情 我也不屑做这件事情 投资长 你说 那昨天这个川普总统呢 在推特这个发文 其实啊之前有说到 10月的时候疫苗可能会出现 但现在因为他可能 对于自己的选情 有一点担忧 所以希望可以延后大选 那这样会不会表示说 疫苗也要延后 那如果疫苗延后的话 美股可以继续牛市到10月 是不是代表台股 也有可能这样一路冲到10月呢 我觉得你是蛮乐观的 可是疫苗不论怎么样 最快就是10月 最快就是10月 所以我的行情本来就是 我那时候大家不敢相信 1268或在10月之前 只有我讲嘛 甚至我上礼拜天 深夜我就写 这礼拜吧 也是啊 是不是 所以我跟你讲是说 他说他延后选举 第一个他不敢这样做 可是代表的是 他不能这样做 他希望 他是在美国 美国 他就在美国 这没办法 美国法律是很严谨的 是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只是代表是 选情不妙 我本来不觉得选情不妙 是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有很多次的在野党 像以前比如说阿扁的 民调也还好 对 输给连赞跟宋楚瑜 这个十几年前事 你可能忘记了 人家最后要逆转胜 为什么 执政者就有执政者的优势 他可以撒钱啊 撒银蛋啊 我每天讲话 你看我讲一句话 大家都在报道了 对 所以他就是有个 比较注目的一个焦点嘛 而且其实华尔街的人 也很喜欢川普 对 好 所以我要讲是说 他们现在也有 逐渐做好就是说换能准备 只是我以前觉得 他还是很大胜算 可是这是连他自己 都不肯定的情况之下 代表是可能总统会换能做 好吧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本来就说十月底之前最安全嘛 对 因为十一月你不知道会换总统嘛 是 所以投资票 那今朝有今朝罪 投资者 那我知道了 我就不要做股票盘 可能十一月就崩盘了 我说最大的高潮是十月底之前 不代表十一月后没有高潮 你要懂我的逻辑 他可能我认为是疫苗 确定出现了 比如说我已经 通过三期了可能还会是一个利多噴出去 可能啦 也有可能就结束了 可是至少在疫苗确定之前 台股会有一个大高潮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整个结束 我讲得非常清楚 还没有整个结束 好 那十月以后 以后再看嘛 那我们做股市本 就今朝有九今朝罪嘛 就像我们那开始我讲 摇指12682 我说摇指 我不是说很肯定 后来说很有可能 我说有可能 我说非常有可能 后来说十月底之前 对不对 后来我这礼拜说七月 谁知道 七月会算12682 没错 只有我而已啊 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负责任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当分析师做了十几年 你可以去查查查查查看我的Rekord 嗯 我跟你讲 网路上一定很多人 你随便搜寻Google 过着楼 一定很多人骂我 哈哈哈哈 也很多人称赞我 没关系啦 就我讲的 投资啊 网路上那么多骂你 又有说赔钱的 我说一句话啊 最近我们公司在大安区嘛 嗯 最近大局真财 欢迎大家来 我们公司最近 业绩也很好了 好不好 而且头长 没关系 我先让我讲完 大安区 最近乐透 大乐透不是什么中几亿吗 对 大安区嘛 对不对 有一个人是 有一组大安区 对 那我要讲的是说 突然忘记我讲什么了 哈哈哈哈 我讲的是说 来 我请问一下 中大乐透的 会主动跟你讲中大乐透吗 就像我刚刚本来要说的是 赚钱的 通常不会在网路上说 我赚了多少钱 是 是 没错 谢谢你的补充 所以不会有人讲嘛 这不真的 不太会有人讲嘛 谁会跟你讲中乐透 哇我找到这么好的老师 你知道我们很 我看到网友很好笑 有人在称赞我 然后说哇 你是谁派来的 华翼派来的 不是 你是泽泽派来的 工读生 能怎么办 工读生这么多 真的很闲 我们说什么 所以就这样 你想想想想想分析师 好不好 逻辑思考 像昨天那个 我第一时间来 我有工作狂 我昨天家里有事 我昨天家里有事 可不可以知道 昨天我看起来其实很累 我录画一张之前 私底下大家看到我黑眼圈很深 我照样深夜 我快睡着了 我还给大家写文章 这就是我 你们要找的分析师 不一定要找我 可是我希望找的跟我一样认真 是 比我认真我觉得找不到 可是至少跟我一样认真的分析师 好不好 那我也说跟大家讲说 那我这边可以学到逻辑思考 还有一些独家的教学 什么时间点 又什么法则 白脸像一线法则 义务法则 我们顺便来看一下很多股票 我们顺便来看一下 来来 还有什么 2387金元啊 是不是 你看啊 义务法则啊 是不是那边你看 穿上去 创新高 利多部长 公布已经收耶 超级好的 义务法 利多部长 拉回就买 义务法则 你看这持续 你看是不是这样 还一直广定 广定喔 对 广定师有提到啊 怎么跟大家讲 好 这个是适用义务法则 拉回 怎样 利多部长 利多部长 拉回就买 然后呢 义务法则 今天还在涨 你就不理我 我能说什么 是不是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 凯胜 凯旋归来 凯旋归来 很多人骂我 你看 通常利多部长 是不是我 是不是要跟那个利讯结合了 对 要收到Apple订单的 利多部长 利多没有涨耶 回档15% 拉回就买 回档15% 一无法则 连续两天强势 所以前几天有很多人在卖股票 我在买股票 我还在买 我就说了 我最近标题怎么样 我教你怎么样 有技巧的无脑傻多 你自己不理我 所以 我一直在想 你要想看你要想分析师 官司 8523点 是今年最低点 我在预告 你就应该follow me 跟着我一辈子 我说实在话 你就不参考会员 你应该每年 都应该订阅我频道 就算 你这样不是我会员 官司 我能预测到12682 在今年7月 你就应该跟着我 这是事实 就算 你就会说不准 可是 官司 白点下引线 是买点 已经7次了 白点下引线 是买点 等于他 当天 最低然后直接拉了100点 就是最低点了 7次了 你就应该跟着我一辈子 这都是事实 官司 立多不涨 拉回就买 义务法则 官司这个独家法则 我能发现 你本来就要跟着我一辈子 我讲事实 很多人 最大的赞美 也是最大的 那个 我难过的事情是 投资长 我看你的节目 从小看到大 哇 这真的是很感人的事情 感人又感散 真的 感散 怎么老不老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不过这样是老的辣 你看我合一前几天跟你讲说 这个跌也太夸张了 对 马上又呢 又去暂停 可是我跟你讲 那个合一的一 就是暂停版的一 也是跌停版的一 那你们这个 没有什么好或不好 好不好 因为也有分析师买 我们也变得批评人家 只是我不会去pon 我不会去pon而已 好不好 我把资金收回来 像电子股 你不觉得现在赚得 蛮开心吗 最后我就跟你讲一件事 义务法则 最明显是什么 今天又一档股票 快暂停了 台湾表哥 台表哥 台表哥怎么样 之前是一直涨 后来呢 一无法则嘛 你不知道 你说投资长这个不能pon的啦 有毒有毒 这个盘有毒 台积电穿新高 台表哥居然穿新低 利多还不涨 拉回就买 一无法则 今天快暂停 所以他只是一个 有技巧的区间单充 有技巧的无脑多 他还是傻多 你不懂 我懂 就这样 在四月的时候没有人相信 诶 那时候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火炭怎么样 那时候四月份这边 台股这边 四月份这边 这么有四月份 一万点不到 我跟你讲什么 我跟你讲说 火山市爆发 你自己看 火山市喷出 这四月份嘛 是 五月份呢 火箭市喷出 是 四月份台股涨了 1284点 是 五月份台股没涨 没涨 小涨小跌 可是 上贵指数天天涨 几乎天天涨 好 六月份 继续 六月份这边 台股涨了800多点 有没有这一段嘛 这两条线嘛 七月份 火炭七月天 涨了 1043点 对 对 我一切一切预告前面 那八月份呢 我跟你讲 我已经对四个月份了 我不在这边跟你讲那么清楚 哈哈哈哈 我只能跟你讲八月份哦 中小型个股 有些电子股中小型个股 会比你想象中强势一点点 好我只能再跟你讲 这已经提示很清楚了 好不好 因为就上贵指数而言 它也在休息够了 是 资金会 电子股会 在电子股 把生计股转到电子股过程中 它会震荡 它会震荡 可是最后还是有机会 再创一个新高的 是 好不好 但大家终究知道 台积电资金测出来一点点的时候 可能就可以滋润整个中小型电子股的时候 那反而是好事 可是台积电绝对不会死 它是个利多 它是个利多 好了 除了台积电利多的情况之下 还剩几分钟 三分钟 台积电利多的情况之下 我要跟大家讲 今天有一个访问 以前号称是最强的 地表分析师 外资分析师 像退休的 好像叫杨艺超 我是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我很少讲外资分析师 那我讲的是说 有些事情 你要先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师 他先反反他 对不对 英特尔怎么样 7奈米重甩 重摔 甩到台积电 最统红外资分析师 小心川普 对不对 好 好 那这句话画面给我 来 我要讲的是说 他讲到这一段 我讲到他的逻辑跟思考 来 看一下 他说 2008年金融海消耗 对不对 美国政府为了不让金融业 倒下去 是 特别是 AIG 好 AIG 好 他讲这段故事喔 就AIG他倒了 因为AIG那时候是大到不能倒 是 你就想想看如果国泰金倒怎么办 对太可怕了 财政部长包生还向参议院求情 才让7000亿美元的 怎么样 纾困方案过关喔 你有看到 可是你看现在呢 他说现在钱太多了 像美国报 五月报导对不对 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推出2.4兆美元 以前7000亿就不行了 你懂吗 以前7000亿觉得 哇还要拜托人家求情 2.4兆美元的纾困方案 废的也3兆美元 以前7000亿而已耶 大你10倍 嗯 7000亿就2兆多台币了耶 现在是怎么样 已经变100兆台币了 100多兆台币 所以现在钱太多了 你看 对美国政府来讲 钱根本不是问题 好这是 最懂鸿海的分析师 这以前最有名的外资分析 真的最有名喔 比像你郭明齐 郭明齐就有名 可是我跟你讲 不好意思 像我更有名 为什么 我有一切的一切预告到前面 这才是你要的逻辑分析师 我在2020年 3月26号 那时候台股才干脱离8523点 是 你看是不是日期 我告诉你 这个是金融好笑 不是海啸 有没有这样讲过 对 我那时候是这个秀过 这个图秀过几次耶 很多次 看没有54以上 他不是海啸 为什么 因为以前是华尔街的错 这一次 得病是谁的错 谁想得病 是啊 人民没有错 人民没有错 所以我无限QE 我这个逻辑思考 是不是跟刚才那个 以前最红最强的分析师 是一模一样的逻辑 可是最强的是 我在3个月前 我在4个月前 有这样的独家逻辑 就像我现在发现一无法则一样 画面给我 所以我已经对了 火山式爆发 火箭式喷出 疯狂6月天 还有7月 火炭7月天 8月份 你一定要跟着我 我不认对我错 一切一切 预告前面 想想看我更不要的标股 我已经准备好 我欢迎各位 一起来跟着我操作 谢谢 好 所以你去想想看 可贵 你看你不觉得有点起鸡皮疙瘩 对啊 一个分析师现在讲的 哇 我还报道很鲜烈 只是有些人觉得外资分析师 比较香 对 可是比逻辑我不输任何人 尤其是我的想象力 所以那时候我在 就是Telegram上面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川普式逻辑分析 我真的觉得 观看我们节目的投资朋友 非常幸福 可以看到很多 我们在电视上面 或者报道上面 看不到的一些 专注的逻辑思考 没有逻辑 就像每个人都讲资金行情 可是他的资金行情 其实源助于什么 7000亿也是资金行情 对 7兆也是资金行情 重点是现在是7兆 不是7000亿美元 是 差很多 7兆 7兆 7000亿美元的一个数冠方案 轻轻松 以前很痛苦 现在轻轻松松就给你来个几兆 是 那以前395度可以拉起来 你现在为什么觉得拉不起来 嗯 这不是很简单的逻辑吗 可是我在3月26号的时候 我看通到一切 所以我才知道823年是第一点 我不是随便乱喊的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资分析师好不好 这样懂不懂 今天你看外资分析师跟你进一步讲的 对 以前要求情才有 对啊 这些我亲密淡情跟你讲的好笑好笑 这个缺一不可 第一个我要想象能力 第二个我要知道2008年 跟现在的差别 是 拿来比较这样 如果有些人说 我们是老人臭的电子鼓老师 他就没有经历过2008年 懂不懂 没错 所以我一比较我就知道 我才能轻松做出这个表格 然后在最后 那你记清楚这个表格 最好方式是怎么样 要一个梗 什么梗 一个是海啸 一个是好笑 让你非常非常印象深刻 这才是我们节目嘛 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今天虽然有点点重复 又不会太重复 我教你的是逻辑分析 8月份上位指数 我认为 大盘之后不会创新高 我不去意识行情 我不会因为一根黑K 我知道很多分析师 因为一根黑K 看不好行情 会开始看坏 可是你看 这几天反而上位指数开始抢了 是 有这么差吗 是不是 大盘也开始抢了 是不是 你看啊 一根黑K 你看啊 那有人说一根黑K 这个底部不能破 结果隔天破了 它还是可以拉起来 这一波 实在打太多分析师的点了 我们说实话 我们没有跟你讲 说批评谁 可是你要去抢今天数 他居然没有在8月23点 跟你讲是最低点 你为什么一定要全部听呢 我觉得分析师都有可取之处 可是你要全部要听我的 好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讲事实 好 所以最后跟大家讲说义务法则 我们再看一下义务法则 还有好多股票 投资上 什么股票 我们取一两档股票来跟大家讲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凯顺也是一样啊 义务法则你看今天 是不是 你看今天是不是涨 涨啊 义务法则为什么涨 因为他之前利多不涨啊 是不是 要并购啊 对不对 刚才讲过一次 台表科也是一样 旺宏啊 旺宏啊 旺宏今天小跌 可是问题是义务法则 那你谈的不少 谈的快10%啊 对 好不好 好 那还有 我们看比较明显的好不好 跟你来到新的股票喔 南店 是义务法则 利多不涨 拉回就买 然后义务法则 再创新高 十二支真言 是不是 还有呢 3189 欸 景硕啊 你看啊 是不是创新高以后 利多不涨 然后呢 拉回就买 一无法则 回短15% 再拉起来 你们看到景硕跟欣欣 因为都是 好像喔 好像他们都是PCB 采反相关的 好不好 所以你看自己的股票 所以你看到欣欣 你就看到景硕 然后刚好又符合 利多不涨 拉回就买 然后呢 周欣欣啊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有一个大新闻 关于Apple 有可能 会在这个发表会上面迟到 那这也让很多的贫盖股 会让人家备受质疑 那就连大力光的董事长 林恩平也说 喔 因为现在这个客户下手订单 那确实呢 对于之后的展望 是有一点点保守的态度 那我跟你讲 第一个 我对大力光执行长的认识啊 他只讲一两个月事情 他不喜欢讲太久 所以你一个两个月事情 你现在十月多你才出新机 他当然会比较保守嘛 没有遇过嘛 可是 我也跟大家讲的是说 苹果 今天也出现最新财报啦 是 营收超级好啊 那谁有想过呢 对啦 iPhone销量比较差 因为你线上 你慢慢去实体的那个平台实体的单店 没错 去体验嘛 嗯 可是你看啊 Mac反而卖得更好 哦 对 iPad反而卖得更好 是 你知道MacBook 比电反而卖得更好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反而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啊 线上远距啊 所以这个你没想过 所以我跟大家讲 如果一个人只能每天看那个悲观面 你永远只看阴影 你会看不到太阳的 你永远只看阴影你就看不到太阳啊 所以我这个人 我永远都像太阳种 好不好 我妈翻一首歌太阳好了 没有 没有 所以我讲说真的 胜利是属于乐观的人 你不需要那么悲观 好不好 我知道你是替他 投资朋友问的问题 可是太悲观了 这问题太悲观了 好不好 所以我跟大家讲 所以我最后跟你结论是说 太多股票太多股票 在这边创新高 好那第二个 我要讲是说 最后啦 通常备动元件不得不动 8月有没有动 你应该我说 我可以说 因为这一根变得没什么动 我7月的原因 7月反而 如果硬要说的话 7月反而被动元件 对不对 比想象中弱一点 我只要承认 我不会说我每次都对的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到最后你们就知道 什么叫缺货题材了 是 好不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iPhone是比较晚拉货的话 对 被动元件到时候还是得动 好不好 但是它是不得不动 还是不得不动的题材 好不好 所以最后我跟你讲是说 我们再看我们最后一次 我们今天的五指登科 暂停 快暂停 台表科 5264 凯胜 也是义务法则 有没有 台表科也是一样 然后呢 2458 一龙殿 不好意思 串一个收盘将 每天慢慢的折磨你们这些空军 对不对 6456 GRS 有可能要串新高 为什么 因为3673 乘虹 股价 跳空 涨停说止 会带动GRS 会带动GRS 所以我们的股价 股票 五指登科 每一档股票金都涨 更不用说还要宣德 所以画面给我 童谣你去想想看 你要找找分析师 我们画面给我 今天台股最后一天 虽然杀杀杀尾盘 不过它是杀杀杀杀杀台积电 我们的拉拉拉拉拉 拉五指登科 所以你想想看你要找分析师 不论是医务法则 白点像你现在是买点 这边的8月份 我已经准备了行情了 可是这8月份的秘密 因为我已经跟你讲过4个月份的秘密了 剩下的8月份的秘密 童谣 我要留给我的会员朋友们 剩下五指登科 剩下新的五指登科 新的标股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不论多或错 一切一切 我预告在前面 去想想看你要找分析师 想清楚了 欢迎来电脚取 我们这边打电话行点 080668085 080来来8085 不论多或错 一切一切预告在前面 也预祝各位能够赚大钱 谢谢 火烫七月天 你赚大钱了吗 如果你不知道下一档标普在哪 欢迎来电 080668085 帮你一起赚大钱 拜拜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